在1981年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 有一位二传手备受瞩目 场上每一个球在扣向对方之前几乎都得经过他的手 而他娴熟的传球技术更是令人叹服 一位体育记者曾这样描述他的球技 如果说像他飞来的球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篝火 那么从他手里飞走的球已经变成一缕缕鸟鸟轻烟了 球场上的来球变化多端 但经过他的调度便可化险为夷 他就是中国队的队长孙靖芳 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队是以七战七胜的战绩捧得了世界杯冠军奖杯 而他也荣获了最佳运动员 优秀运动员最佳二船手的称号 这在当时的世界杯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这位世界最佳二船手最初接触排球的时候 竟然是被赶上架子的 1955年 孙靖芳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铁路职工家庭 他是这个家庭里的宠儿 在孙靖芳儿时的梦想中 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女排队员 打排球是离他很遥远的事情 然而身材高挑的他却成了被赶上架子的小鸭子 在运动生涯前期 孙靖芳并没有过人的技术 除了苦练 没有窍门 入选江苏女排时 孙靖芳经常在宿舍的走廊里加练脱球 每天五百多次的重复从不间断 天道酬勤 1976年 孙靖芳入选国家队 任二船首与队长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一般人看排球比赛 往往把自己的热情 全部倾注在一锤定音的攻球手们身上 而内行的观众 却总把自己的掌声和欢呼声 分一半给场上的灵魂二船首 作为二船首 孙靖芳的个头并不算高 也许还稍微矮了一点 但是对于球场上的每一个球 在杀向对方之前 几乎都要经过他的手 无论多么险恶的来球 只要经过他的手一调整 一缓冲 顷刻间就化险为夷 变得平和起来 作为中国女排五连贯的首任队长 孙靖芳开创了老女排的辉煌 他常常说 排球虽然不是我一生的最爱 却成就了我一生的追求 球而优则叫 或球而优则是 这是运动员转型时的典型 作为世界最佳二船首的孙靖芳 在1983年退役以后 开始走上了仕途 2004年的时候 孙靖芳出任国家体育总局 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随后主张推出 允许运动员自主训练 自主参赛 自负盈亏的政策 也就是单飞政策 而这一政策也很好地推动了 中国网球运动的发展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